大家好,我是小杨 现在这个季节的洋葱特别的便宜 今天我就用洋葱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做法 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刚从市场上买了四个洋葱 花了一块五毛钱 把洋葱切成四等份 大一点的可以多切几下 再用清水浸泡一下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稀里哗啦的流眼泪了 再准备上一根胡萝卜 把它切碎 切成小一点的颗粒状 这样吃起来会更有口感 再准备上一个洗净的菜椒 也切成粒状 再把泡好的洋葱也切碎 全部切好以后 在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先锁入洋葱的水分 再倒入两颗搅散的鸡蛋液 搅拌均匀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再来点白胡椒粉 充分地搅拌均匀 然后再多次少量的加入面粉 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啦 平底锅预热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搅拌好的菜红倒入锅中 用铲子铺均匀 在上面撒上一层黑芝麻 盖上盖子 捞至底部定型 定型以后再想办法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捞至另一面金黄 捞到这种表面微微鼓起 两面金黄出锅就可以啦 然后再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好了 今天这道营养丰富 色泽鲜艳的洋葱早餐饼就这样做好了 外酥里软 特别的好吃 家有洋葱独特的味道 真的超级棒 喜欢的小伙伴们 赶紧在家尝试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小杨的视频 进行转发 关注 评论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